地藏经上说的没错 是难言扶其众生 举心动念 无非是业 无非是罪 就是我们的心念 盲无目的 现在我们遇到佛法 才渐渐明了一点 我们的身与意三业行为 哪些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哪些是会害我们的 才从本质上能认识到 那以前连这个概念可能都没有 身口一扇一眼 你看习惯上 身杀到邪淫 为了贪图享受 那是管不了那么多的 口只要自己感觉到过瘾 妄于两舌恶口其余这些话 也是没有顾虑的 心里面贪嗔痴等等烦恼 那是放纵 那是放纵随意的 游之三业 勾索望远 常鼓鼓于尘牢 但茫茫于岁月 这三业 身口一三业 写贪嗔痴 造沙盗隐望 结合外面的缘 我们的大部分时间 就是在做这些事情 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 我做什么工作 那些不过是个缘 但本质上 我们的行为 才是主宰我们命运的关键 因为这些行为的缘故 导致我们在轮回中 不断地绕圈子 常鼓鼓于尘牢 但茫茫于岁月 什么意思 头出头末 醉生梦死 欲诗出离 为凭忏悔熏修之地 欲诗出离 这是好不容易遇到佛法 才听到 原来还有出生死轮回这回事 以前认为没了 这辈子就这么过过算啊 无非就是几十年嘛 那如果就这么简单 其实倒不复杂了 有人说还能有什么事情啊 这个话现在说 会变成针锋相对的一些矛盾 所以咱不抬杠 民间俗话家 骑毛驴看唱本 走着瞧 什么意思 这谁的生命 谁要负责任 这几十年一眨眼就过去了 然后呢 有人说 然后就没然后了 如果就没然后了 我们还讨论什么呢 各忙各的就行了 那之所以还讨论 不论是带着疑惑 还是表示反对 说明 都是有点这么不甘心的 反对的人 其实更不甘心 为什么不甘心啊 因为他希望 认为还有后事的人 不要相信有后事 为什么呢 相信的话 他们很郁闷 你们有 我们没有 这怎么办 所以你们也不可以相信 那说明呢 说明他也不怎么相信 没有 这个话是两边理解的 如果他完全确认没有 何必要跟大家 针锋相对 去辩论呢 辩论的目的是希望 剩下的人也相信 没有 骨子里面是不甘心的 可是这个事情 不是辩论能解决的 那怎么解决呢 走着瞧嘛 这还怎么解决啊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 这一点是绕不过去的 就是 对于我们生命的终极真相 我们需要 正视 如果 不能正视这一点 我们这一生的所有修行 将会变得没有立足点 为了什么 都没了 也说还干嘛 为了名声 为了名声干嘛要学佛呀 好功名 不是更快一些吗 为了做善事 不然慈善团体呀 这不是佛法的目的 佛法的目的 是让我们明了生命的真相 觉悟自行 这个才是最根源的问题 所以说到这里 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的 那我们这些行为才有讨论的依据 就是这些行为最终会产生结果的 不是咔嚓没了 因为会产生结果 所以我们需要讨论一下 如果我们都明知它最终不会产生结果 那大家各随其变 无需讨论 该干嘛干嘛 干坏事也没关系 谁要不被杀到就行了 反正无所谓的 不是默认这么一种社会逻辑吗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从行为相续的角度 我们需要正视 正确面对 过去我们曾经照做的 那些不善的行为 我们需要拿个态度出来 错了要怎么办 要认错 专业说法就是忏悔 忏悔是什么意思啊 忏 忏磨以往 就是过去我做错了 我不耍赖 我承认我做错了 为此我愿意做出弥补 付出代价 悔就是后不再造 以后我承诺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假如再犯呢 再犯要付出多倍的代价 这是自己的态度 各位不是忏悔 举行个仪式就可以了 我忏悔了 我也磕过头了 我也念过忏悔剂了 我没事了吧 不是的 这是一个对错误的正确态度 认识到之后 后不再造 逐渐减少 这样人才会有进步啊 所以这里说的就是 我们念佛了 学佛了 我们对于我们的行为也要同步保持升级 念佛 学佛 行为要像佛 那还不怎么像呢 慢慢修 越修 越像 欲试出离 这是我们要准备 准备干什么呀 准备出离这个圈子啊 那需要做好善后的工作 就是把我们的心态调整好 好